对说到这个会不会有时候读一些书关于某个地方的描述或者是某个地方来的书读完之后你满脑子一些的想象啊觉得真他妈到了远方的田野啊如何如何然后去了之后发现满地狗屎这太不像话有这情况吗这情况太多了但这能不能说叫做是对书的不了解或者理解错误造成呢那倒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得搞清楚很有可能是你对这个地方的亲密的 亲身体会的理解跟那个书的作者不一样有时候说的你错的是你自己你对那个地方的了解还不够深刻又或许你也待的够长你也觉得了解的很深刻但每个人去每一个同一个地方大概得回来印象感觉概念都不同是不是这很常见啊还有个朋友想提到了许之远觉得许之远他们做的单独那个系列非常好对那真的是很好我也很喜欢虽然我还没听过 那么说到就是他跟我会不会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呢我跟他早就不对劲了我跟你讲就很多年前就不对劲了一天到晚啊长得个子那么高女朋友那么多我们就恨这种人就恨长得比自己高啊长得比自己帅还潇洒女朋友多的人混蛋 那么将来呃我跟他会是什么关系呢 这很难讲我跟他很多年前就已经掰了不大家不信问问他那么至于说到呃我我跟他啊勉强的在一块编了一套书那么这套书呃您觉得不错为什么我们不介绍介绍呢 是这样我呢再怎么小气再怎么眼红人家我还是有点品这个品就是你不需要的老介绍自己写的东西自己编的东西挺不要脸的 这个朋友太悲惨了他喜欢看侦探小说居然被人说看侦探小说没用你要读经典才行其实坦白我很怕人家这么讲话什么叫做有用呢你比如说你喜欢读文学经典你读《红楼梦》一样有人会跟你讲没有用有用的书是教你怎么赚第一桶金的书是教你怎么样胜过乔布斯胜过马云的书是吧很多人也会这么说 世界上面在我看来没有没有用的书因为一本书有没有用是看读者怎么读读者读到了什么你想用什么你想用在什么地方怎么叫就用呢这都是问题你比如说像侦探小说它真的没有用吗相比起文学经典第一我们先不说其实很多侦探小说本身就是经典很了不起将来一定要早就会跟大家讲第二呢就侦探小说你说他打发我们无聊时光 这是个用途他让我们睡不着觉追着情节探索下去这也是个用途他让我们快乐快乐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用途吗更不要说他怎么样锻念脑力让我们了解到很多以前我们所不懂的思维方式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侦探小说OK好吧这么讲吧有些书呢也许我们会觉得他的用处在我们个人价值体系内不太大你比如说我也会看一看一些 教人怎么发财致富的书我也想发财吧但更主要我就是想看一看人家通常怎么谈发财这件事大家都爱看那些书为的是什么像这类书我也会看到我什么时候看呢我可能就洗澡上厕所的时候看这就联系到另一个问题了有人问我我怎么可能洗澡的时候看书难道不怕淋湿吗不怕弄湿吗 你如果泡澡就好点用个架子吧但是我试过连淋浴我都能看书我把那个书架在另一边的架子上面会不会弄湿那个书呢会 当然这个书哎呀老实说有些书湿了就湿了吧就丢了也不可惜那种书呢我就在这种时候看 就说我之前介绍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提到那里都一堆的法国大革命前畅销禁书呢都是一些毁引毁道的书很慌 然后我又讲到原始物语这本书呢其实里面呢也都很多风流片段 那为什么一本书成了经典一堆书后来无人问呢到底什么书构成经典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在我们这个一千零页节目里面不断反复去问的问题 一本书怎么会成为经典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有的是一些纯粹外部的历史因素 有的则是外部因素加上内在因素 比如说原始物语就是这样 原始物语我在做那三集节目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 它怎么样成为经典它经典化的过程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那就是一本随随便便很黄的书 然后后来莫名其妙因为历史政治民族主义的原因把它捧成经典 不是的它是一点都不黄 我不是也说过了吗 那本书里面其实完全是发于情 也不能叫子乎理吧 就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东西写到进了房就没下文那样 它并不黄 相反的它是一本非常优美 非常优雅的书 那本书无论摆开任何时间外在条件因素 你仍然觉得它是一本很了不起的美学上成就相当高的巨著 相反的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那些一时的畅销书 它就像是一些你今天网络上会看到的黄段子的大汇聚 种种的民间谣言的收集 那些东西它有太强烈的时间性 所以一过了之后 后人忘记它是很容易的 除非你像Robert Downton那样子 专门去研究它 是为了找回当时的人对于社会对于文化的看法 你才会重新把它找出来看 是吧 是个问题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 我还是那句老话 我常常跟别人讲 我写东西也好 做节目也好 我总是把我的读者跟观众是看得很高的 再说吧 这个事也就甭提了吧 好不好 这国产电影呢 我们别忘意 我可不想半夜给人敲门插水表 我首先我觉得很佩服 就您业余的时候 你愿意自己做一些日本文学的翻译 尤其是你没有在打算要出版的前提底下 你纯粹是出于自己的爱好跟兴趣这么做 我觉得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爱好 首先呢 我觉得你不要太枉字菲薄 你的翻译翻译出来 你发现跟一些现有的名家的异品不一样 并不一定是你翻译的不好 有可能就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你自己做翻译 你也肯定了解 就是同样的一段日文或者任何一段外文 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都会有好几种的不同的表述方式 有时候这个表述方式你怎么翻译 它是一种选择 那个选择不一定是好跟坏之间的分别 而是一种角度的分别 一种趣味的分别 有时候只是这样 那么当然你也会觉得 可能会不会还是你水平不够 假如你真有这个担心的话 那我的建议是这样的 不过我这是外行建议 我没做过翻译 我觉得今天有时候很多翻译 我们觉得不理想的地方 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就会说 那是他那个人外语不行 然后翻英文的 他英文都不大东 那怎么能够翻译成中文呢 但是更多时候我发现了 今天其实是有时候 我们可能中文不够好 就在我看来 一个做翻译的人 他本身中文要非常强的话 那翻译起来往往会得心应手 那么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觉得自己翻译 真的是水平上有问题 我不晓得您是指的 可能是你中文的储备量 还可以再增加点呢 嗯